他要像一棵树 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欢迎收看《灵修与明白神的旨意》系列课程 讲两个简单的见证 一个见证 就是很多年前 我到休斯顿去带领一个 雷利会我就讲到灵修明白神的旨意 我也讲了很多的见证 有很多人来找我 问啊 排队啊 那边这个路上就有一个小姊妹 现在已经不是不小了 十几二十年前 他就把我拦下来 他的祝牧师排队我排不上 我的问题可能也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是你可不可以听我这个小姊妹 问你一个问题 你帮助我 再讲我的姊妹 你照着我在这个陪灵会上所讲的 你去做 神就一定会祝福你 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已经有大量的经验和见证 我认为一个人只是只要是听懂了 只要是愿意加上信息和祷告去操练 没有一个人出不来的 所以我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 绝对不是呼言了事 绝对不是轻看他 绝对不是 绝对说不是的 结果很多年之后 估计是大概2015年吧 估计是 我到休斯顿 又去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 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 祝不是你还记不记得我 我就是那一次在路上堵住你的人 我说我这个小姊妹 你能不能够给我一点恩典 听我一下 她说你当时就说 你照着我讲的 你听到的去行吧 她说我祝啊 我连这点时间都得不到 那我就去行吧 结果她说 不可思议的 喜出万外的发现 她听到 她把我那个讲道 在那个听道的 反复的去操练 所有的人和世子道路 全部开了 她说还超过你所讲的 我当时 你真的是有福了 这个见证 我走到哪里都要讲 听见就去行的 秘诀 这个一个秘诀 断这个地方写错了 应该是时间断 所以我刚才讲的一个见证 就是前两天 有一个弟兄 他很多年前 他知道 他也很谦卑 他也觉得他不配 他也觉得他 没这个胆量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在网上我的道 我以前在哪 各地讲的道 他都下载听十几遍 他说感谢神 这个见证很多的 神的恩敌就开了 两三天前 他跟我写信 他说他 他现在 终于他跟我再重新连上了 我听到非常高兴 有一些的秘诀 就是下载 反复听 默想 操练 我以前学也是这样学的 我以前听江少道的道 至少十遍 然后就去操练 默想 所以聪明的方法 和笨拙的方法 聪明的方法也是 笨拙的方法 笨拙的方法 也是聪明的方法 所以的话呢 从小事开始 从今天开始 从自己开始 又不花钱 又不花代价 又没有风险 只是多多的注意一下 奔鸟先飞 天天的去实验 实践 你在小事上 在今天任何一件事情 这个又是聪明的方法 又是笨拙的方法 第二个方法 就是有些时候 有些人 有些的原因 他的确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出不来那个效果 教大家一个笨的方法 其实又是聪明的方法 我就跟 我就跟一个人 而且让他们拖着我 让他们拉着我 我赖在他们这里 跟他连上 这个叫连接 连接是什么意思 本来没有 连上就有了 本来是他的 连上就变成我的了 我可以保证你 你的路一定会被打开的 其实是神保证你 还有一种的方法 也是聪明的方法 就是默默的自己练 自己去把它当做一种健身运动 因为它不是捷径 所以它看上去是很笨的 但是其实是最聪明的方法 我们12周的大概的安排 可以教大家怎么样 借着灵修的期步 教大家怎么样读经和祷告 教大家在几个基本功里面 清楚的认识体会 什么叫做感动 确认感动 怎么样的来 在神的感动光照里面 怎么样来梳理自己 解决自己的问题 我们应该说是叫做 灵修的 具体的一些 基本的认识 这里讲到灵修 与里面的灵觉的操练 什么意思 非常著名的神学家 牧师叫林大亮 他是 中国神学院的院长 曾经是 他写了一本书叫 《灵命之多少》 我认为他对中国教会 全球华人教会历史的贡献之一 就是他提出了灵觉的概念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贡献 也就是说人有感觉 接着我们人的身体 但是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 我们人至于活着 不是动物有区别于动物 除了有人的知识 智慧之外 他还有灵 所以我们才相信有永生 我们才相信有永恒 对不对 所以呢 灵也是有灵的感觉的 思想有思想的表现经验 灵是独特的一个器官 或者一种功能 中国人呢 是讲到有五个环节 都跟我们人的心发生关系 心灵 心思 心情 心智 心身 身体的感官 从感知到认知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方法论 学习论 所以在神学上 把它有的时候称为人的魂 就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 吹了一口气 这口气 就是人的思想情感意志 就是你的identity 有些人是思想很强 可能就是科学家 所以人呢 他也有灵的部分 灵的部分 他也有灵的感觉 他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认识神 就像中国人所说的 冥冥之中 从小 我就知道有上帝的存在 就是这个意思 灵修就是成立 我们的灵 重生之后 没有重生的灵 是不太能够感觉到 神的整全的 真理的 他可能感觉神的存在 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 借着信主受洗 你重生得救 我们的灵活过来了 这是圣灵所说的 不但是活过来了 而且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 永远不分开 所以我们人就会长 我们人外面的肉体 它也会长 到了一个地步 它就不会长了 它就会塞了 但是我们灵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身体 一个灵体 它会长 它怎么长呢 它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把真理给我们 把神的触摸 坚固给我们 我们就长 所以这个就叫灵修 操练 你就发现你的胃口大了 你的心里面明亮了 喜乐了 你不是以前那个人了 这个就是我们想的操练 灵修操练 明白神的旨意 它最终的目的 里面的属灵的 这个人能够长大 所以一个人有三个方面 它有体的这个方面 它有一个魂的方面 我们看不见 但是我们通过它的表现 能够知道 这个叫魂里面有思想 魂里面还有情感 情感很丰富 情感很软弱 意志 意志薄弱 意志坚强 所以人有魂这个方面 还有灵这个方面 我们主要讲是认识神 体会神 所以灵修呢 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我们来不断地来呼吸他 接受他 得着坚固 让我们这个人不断地 借着神的感动光照 弥漫渗透到 我们的魂的里面 就是我们的思想 情感意志的里面 以至于我们的行为 关系都发生改变 这个就是基督徒 这个就是教会 这个就是救恩 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是 借着灵修和明白神的旨意 不断地来扩大 丰富我们的灵和神的灵的 这样一种的交往互动 就是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就是灵修 所以这样的灵修呢 它是在里面 它不是在我们的肌肉里 它不是在我们的眼睛上 它不是在我们的头脑里 是在我们的心灵里 所以我们要学习 什么叫灵修呢 就是操练安静 退向 转向他 在我们的里面 也是回到里面 留在里面 活在里面 这个就是灵修 记住 不是我们的头脑 而是在我们的整个的 全人的最中心 在我们的心灵深处 借着那样的充满 让这样的 神的灵的工作 感动光照 可以来改变滋润 营养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 以至于我们的整个人 所以它是在里面的操练 明白神旨意是在外面的操练 原则上来说 灵修是里面的操练 所以什么是灵修呢 希伯来书11章第6节 大家记住 这是我们灵修的根基性的 最重要的支柱性的经文 圣经的真理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你如果不信 没有信 神就不喜悦你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首先必须信有神 神存在 神同在 但是还不够 还要相信 他喜悦 并且要赏赐你 这样来寻求他 所以我们来灵修的时候 要有信的两个方面 相信 他就与我们同在 他的名就是以马内利 他的名字就是与人同在 童子都说 头上三次有神明 臣则灵 你如果臣心求 天有会靠近你 古老的人都这样说 所以人必须有这样的信心 当然我们的信心是需要 操练经验 见证成长 对不对 但是他的原则 他的真理 他不改变的定律 就是人必须相信神存在 不但是在存在天上 存在天地之间 同在 还与我同在 不但是相信他存在和同在 而且要相信他喜悦我 他要赏赐我 他要祝福我 我这样来寻求他 这个就是灵修 每一次灵修 你都可以得到从神来的 安慰 祝福 启示光照 引导 没有一次不会 这个就是他的赏赐 他的赏赐不一定是物质的 不一定是 你期待的某一件事 但是他每一次都会 来给你光照 启示帮助 让你 能够更靠近 神旨意当中 要赐给你的 那一件事 这个就是灵修 记住 这是根基性的 支柱性的 这样的一个真理 灵修的真理 什么叫做灵修 就是来到神面前 亲近神的 神必亲近他 雅各书里面讲 太阳从东边出 就必定从七边向 亲近神的 神必亲近他 绝对不可能 要万一 这个词 你亲近神 神必定亲近你 好 我们看方法 七步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只点一下 前面的这个七步 后面的内容 我们下次再来讲 也是分 分着不同的 七步是哪七步 第一 有一个开始的祷告 灵修 以前我的认为 必须不能少于三十分钟 我今天还是这样认为 但是如果你只有十五分钟 那也没办法 老练的人十五分钟就够了 不老练的人 至少要半个小时 你借着这个七步走一遍 就是半个小时 你在这个半个小时里面 走这个七步 你一定遇见神 神也一定遇见你 第一个就是祈求 也就是开始的祷告 开始要有一个预备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我们没有操练 但是我们把各个方面讲清楚 不管你记不记得住 但是至少我们让你知道了 那借着以后的操练 你就不断的深化 内在化 熟练这个七步 或者这些的关键要素原则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就是这个意思 灵修七步也是这样 第二是敬拜 是借着敬拜来敬畏他 敬虔的来到他面前 可以借着某种的方式 可以有诗歌 可以没有诗歌 第三就是比较深度的 深入的祷告 我把它称之为 像游泳中的潜水瘾 潜下气 记住呼吸 把头按在水里 能够中到眼睛 我前面有一段潜水瘾 也就是祷告了深度的 来寻求感受精力的 另外就是读经 所以灵修有两件事情 是绝对不能少的 一个是祷告 一个是读经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 祷告是呼吸 读经是吃饭 你没有呼吸 你没有吃饭 你这个人就完了 那接着祷告读经 到了第四步的时候 一二三四步的时候 通常你会经历到圣灵的感动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来默想 那是什么意思 圣灵的感动是什么意思 那第五步 你如果是默想出了 圣灵的感动 明白了圣灵的感动 你就要去面对 这个面对就叫对付 对付就是说 解决疏理 回转 清洁 神所不喜悦的 神让你改变的 第七 就是应该有个态度 有个回应 就是说 今天很可能借着你的灵修 神就会来开启你 带领你 感动你 光照你 就会让你经历到 我所说的 每一个人一天要有五次经历到神 他就会给你一个实习的机会 下面的这个十二周 我们具体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 那灵修商里的教材 原则上呢 我们的教材就是我们的投影 但是如果大家愿意去看 整个的教材呢 也可以得到 是免费下载 两个地方 一个是网站输入华人目的团体 或者是YouTube 华人目的团体 有没有问题 非常好 今天非常非常受益 然后我有个问题 跟今天不太相关的 就是说 刚才你提到 就是说 因为神出了一口气 在人的身体里面 所以人才有了灵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这个灵修 就指的是什么呢 首先我反馈一下 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 他是博大精神 学一辈子 但是呢 我们的一种 弹招的方法 也是最聪明的方法 就是点点滴滴 你跟着走 你就不会担心 这么多 适奔一些包袱 就是挤脱一些包袱 那回答你的问题 什么叫做灵呢 就是任何一个人都有灵 灵魂体 中国人古话都说 灵魂灵魂 灵魂不灭 对不对 中国人没有信耶稣的时候 就知道 人有灵 所以体大家都知道 魂我刚才也解释了 简单的说 时间的关系 就是思想情感意志 这个叫魂 灵是什么呢 灵就是人区别于动物的 一个最重要的机制 器官 甚至是看不见的器官和功用 就是认识神 但是认为 因为人犯罪了 这个灵就破坏了 就死了 伊甸园里面说 你吃了这个果子就逼死 但是他没有死 什么死的呢 就是跟神的灵接断了 所以中国人5000年 不认识上帝 他只是揣摩 就借着今天我们 信主以后重生得救 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 所以我们以后人 所说的复活 是灵的复活 但是神会让我们穿上新的身体 这个讲的太多了 就讲的太远 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灵 就是神造我们的 跟他同在的 那样的一个我们这个人 所以我们今天的灵修 是借着操练我们的灵 跟神的互动 跟神的交往 跟神的联合 支子在葡萄树上 以至于我们整个人的 思想情感意志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健康 关系 行为 全部得到复活 更新 讨神的喜悦 也蒙恩 蒙神的祝福 就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非常好 做作业的就是自己 就是到网站上去下载 这个音频 反复听反复听 然后去操练 你们一定会 我可以保证你 其实是上帝保证你 你的路会完全不一样 会蒙神保守 蒙神祝福 蒙神带领 这是千真万确的 好的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主啊 这是何等的宝贵 主啊 你的圣灵 住在我们的里面 你圣灵 也引导我们 主啊 天使愿你来 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 当我们有心来学习 寻仇的时候 主啊 如经上所记 就寻见你 主啊 叫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来经历 认识你 行你的旨意 我们感谢你 祝福我们每一位 听我们这样祷告 奉学基督圣灵 大家不要担心 我会手牵手 手把手都带着你们走 可以的 这个可以 可以放心 好 祝福大家 保守我们 谢谢